台湾环保联盟等27个非政府组织 最近针对各县市政府环境永续做法 以及环保证件落实情况进行评比 其中台中市在取缔污染公害 绿色大众运输交通等五项评比中都获得A级评价 成绩名列前茅 市长林佳龙除了感谢环保团体的肯定外 也强调未来市府团队将会持续改善台中市的环保议题 不辜负市民期待 由台湾环保联盟等27个非政府组织 针对各县市政府环境永续做法 以及环保证件落实情况进行评比 其中台中市在取缔污染公害 绿色大众运输交通 发展环境友善产品 资讯透明 公民参与 以及社区治理营造等五项评比当中 都获得A级评价 成绩名列前茅 过去的污染的问题严重 一支是我们可以说我自己心中的痛 那我们请全力之后呢 在五项评比都得到A 所以是5A的城市 这五项包括取缔公害 绿色交通 还有这个友善环境 资讯的公开透明 以及社区营造等等 都得到A级的最佳的成绩 市长也表示台中市过去在环保议题上 一指是市府团队急需重视的项目 不管是空污水污染或是乱倒废弃物等等 情况相当棘手 因此上任以来 旧机集制定低碳城市自制条例 限制台中火力发电厂排放量 还结合台中地检署 警察局环保局 共同成立检井环茶器环保犯罪联合小组 并且与民间力量合作 一起为环保城市尽一份心力 那透过一切的这些努力 包括像检井环卫 我们加强联合去机查 那主动侦办 破了非常多的这一个乱倒废弃物 或者是污染的这种案子 我们以我们的市府团队为龙 我们会再接再厉 维持5A的环保城市的好成绩 而能够获得如此加击 市长林佳龙除了感谢环保团体的肯定之外 也强调未来市府团队将会针对台中市的各项环保议题 与公民团体一起合作 持续追踪改善 不辜负市民期待 热城伯瀚台中采访报道